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就拍了一條閒談系列 原本這條影片應該是2023年最後一條影片 但是遲了出片 所以變為2024年的第一條閒談片 今次這條影片就講一下這個頻道的一些未來的動向 或者是我會幫大家問我自己一些問題 我就選了大概六條問題來問我自己 我相信這些問題應該都會有些人會想問的 好了,第一條問題 嚴格上來說這一條其實都不是問題 只是一個字我介紹 我就介紹一下我自己 和我的頻道一些東西 我的頻道就叫做Wild Wild L 我自己的名字就叫阿勇或者牙勇都可以 或者叫我幫主都沒有問題 因為我以前有一個遊戲 Pokeman Mode 就是一個會長 大家都會這樣叫我 大家都可以這樣叫我,沒所謂的 其實這個頻道應該是第三個頻道 我以前是一個舊的頻道 如果大家有Follow開的都知道 但是因為這個版權問題 所以停了權 現在就在這個頻道上慢慢 就上載一些影片給大家看 好了,第二條問題 這條問題我相信都有很多觀眾問 就是為何這個直播和出片的頻道 最近少得那麼重要呢?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其實這個原因也是很簡單 也是很現實的 就是因為金錢不夠 基本上就維持不到正常的日常 所以我就去了上班 所以基本上直播又少了 出片更加不用說 因為需時很多時間 基本上就沒什麼時間去剪接 還有呢,2023年其實我想了很多 就是這個頻道呢 那個的剪片風格 甚至是各方面呢 我想都要有少許改變 不可以再用以前那一套的影片模式 如果再是之前的影片風格 我相信大家都會滿得很厲害 還有我個人認為呢 應該是有少許突破 我會有好一點的轉變 現在感覺上 其實我的頻道呢 其實就好像一個死海一樣 完全沒有流動 一個死海 沒有什麼流動 接著又 沒有什麼新機 其實我也考慮過很多事情 2023年 其實12月呢 就用了很多時間 想想 究竟怎樣可以平衡到 在這個工作和這個頻道上 可以拿到的平衡 譬如我有上班之餘 我又可以做到直播 又可以抽時間去剪片 那 這件事呢 可能我要嘗試一下做 希望看我做不做到 好,那來到第三條問題 其實之前的頻道被人停卷 對我來說都很大影響 第一個影響呢 其實就是當時那個頻道 算是屬於地獄人所 開始慢慢升的一個階段 因為那時候拍過一個遊戲 拍過一個遊戲 就是這個 野比達雄生化危機 也都因為這遊戲 所以被這個版權警告 但是不得不說 有部份觀眾 其實是看野比達雄生化危機 來訂閱我這個頻道 因為其實我相信 有部份觀眾是喜歡看這一類 而我其實我也喜歡玩這一類遊戲 所以也吸引了很多觀眾去看 但是呢 無可奈何地 就是因為收到這個版權警告 所以呢 舊的頻道 就要在一個禮拜內 或者兩個禮拜內 就完全剷除了 第一個影響就是 頻道正在發展 第二個影響就是 其實當時舊的頻道 是有五千個訂閱 不算很多 但是 都未去到很少 那時候出片的話 都穩定有 我想幾百個觀看次數 其實真的不算多 但是對我來說 算是一個慢慢進步 或者看到 這個影片慢慢 有進步有改善的情況 或者看到自己的影片 那個觀看次數慢慢升的話 其實都有一點點滿足感 還有是 挺好的感覺 但是當我去到新頻道的話 其實所有事情 都意味著 你要重新做過 因為我其實 以前的頻道 就是用影片數來吸引大家 因為影片數越高 其實去推薦給其他觀眾的機率 有高很多 但是 我新頻道 其實我很難去做 這麼多影片量 因為那時候 是由2015 還是2016 開始做做做做做 做到2022幾年 然後被人禁止了那個頻道 那個影片量 其實差不多一千條 但是如果去到新頻道 我要拍一千條的影片 其實真的有一點點難度 有一點點難度 還有 我還有沒有這麼多時間 去到再次經歷這個階段 就是這個慢慢 開發中的一個階段 我想就 未必 對了 所以導致了 其實我自己心態上 都有很多變化 就是想 其實這個頻道 究竟會怎樣走下去 究竟是否應該再走 或者是叫做 我應該怎樣可以走下去 其實很多疑問 在近這兩三年 當時剛剛禁頻道的時候 其實我都沒有這麼悲觀 都會覺得 開了一個新頻道 再拍回 沒什麼特別 但是其實做下去 你就知道 是真的有一定的難度 還有 有時候機會錯失了就是錯失了 所以 舊頻道被人禁了 其實對我影響真的很大 我想應該算是 數一數二最大的問題 這個 好了 說完這個舊頻道被人禁了 的時候 就來到第四條問題 這個問題 我想我要分幾個原因去講 第一個原因就是 其實我自己不是很想 將自己頻道 變成Pokemon為主 我也知道有觀眾 是看我玩Pokemon 但是 因為實在太少人去到看Pokemon的影片 現在在香港看Pokemon的影片的人 真的不多 玩的人不多 看的人不多 就算不是Pokemon遊戲 就算是卡遊戲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一些範疇 例如動畫 漫畫 或者是一些 圖鑑 一些精靈的介紹 其實都真的太少了 在香港 我覺得我 就算做了的話 其實都算是浪費時間 好老實說 是浪費時間的 所以 其實我自己不是很想把自己的頻道 變成Pokemon為主 第二個原因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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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kemon的 粵語 的市場 實在太少了 真的 就是 可能你聽到粵語的話 如果你是香港人 可能都會願意去聽 但是譬如你在其他地方 你在台灣的朋友 台灣觀眾 一聽 他不知道你聽什麼 其實他就已經關掉了那個影片 你的觀眾就不會高 大家都不會去訂閱你的頻道 因為他聽不明白你說什麼 除非你有加字幕 但是 我想 有加字幕都很難去到競爭 因為 別人台灣都有Pokemon的影片 又有字幕 然後 又是 會聽的中文 你聽的那些什麼粵語都不會聽 所以其實 市場更加小 因為 如果單靠香港這個市場 去到養活的頻道 其實是真的沒什麼可能 剛才也有提到 第三個原因就是 Pokemon 太多競爭了 就是 香港人可能都會看香港人的影片 但是我相信 大部分都會去看台灣的Pokemon片比較多 因為 大家都知道 香港會拍Pokemon的 其實真的少之有少 我想只有五個都差不多了 沒有其他的 所以 那個競爭就太大 競爭太大了 如果我要 插腳去玩Pokemon為主 或者不要說為主 即是拍到Pokemon片 那我怎樣可以提升到這個點擊率呢 其實真的要靠台灣觀眾 台灣觀眾 所以很久以前我曾經說過 其實我有考慮過用普通話去拍片 不過有個觀眾說 如果我拍那條片 就說不看 所以其實 有很多時候我都顧慮著 所以我沒有拍到 但是 我想 就算我講普通話去拍一條Pokemon片 其實都 有一定難度 但都不可以說是不成功的 但是 很多時候 我自己會很顧慮 所以就沒有做到這件事 還有都想說一件事 就是說 其實我如果 如果真的考慮到要用這個普通話去拍Pokemon片 其實是有機會成功吸引到台灣的觀眾 但是 如果我還用這個廣東話 我不是說放棄這個廣東話的市場 但如果我要拍的話 我會拍兩條片 即是可能一條片拍這裡 一條片拍這裡 這樣 但如果我不肯做這件事 其實就真的等同放棄再拍片 因為 我完全看不到 在香港拍Pokemon的市場有多高 因為 因為很老實說 有時候我在背後數據那裡看 那個觀看次數越來越低 或者是 怎樣說 或者是 各方面的數據都看到 其實我想大部分人都開始厭倦 或者是有疲勞 看到 所以如果我再不作出改變 其實我是很難做下去 其實我也想說一件事 就是 為什麼我會有一個改變 就是想拍普通話 其實算是一個小小的轉變 那就是 希望有這個轉變 打破現在這個僵局 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的頻道 其實都算是一個 一個死可的情況 什麼流動都沒有 什麼轉變都沒有 那我就想 所以我想呢 透過這個 我 去到 用這個 普通話 去到拍一條 波金網片 看看可不可以吸引到觀眾 來把這個頻道 帶起 其實算是我 一開頭 甚至可能一兩年前 這個計劃好像一兩年前 的一個計劃 打算可不可以有些轉變 但是 沒有做到 沒有做到 因為一些原因 大家都知道 所以 但是去到這一刻 我想說 如果我不做的話 就真的什麼都不行 但如果做 都未必不行 但如果不做 就一定不行 現在這個情況就是 好了 這麼快來到第五條問題 其實我自己 不算是 需要很成功 或者野心很大的人 我不是那些 要賺很多錢 然後要很高人氣 要是一個名人 網絡紅人 其實我自己 都不可以這麼說 我自己 怎樣才覺得是成功呢 就是可能 有一班觀眾 會到支持 跟著 我又 額外有一筆零用錢 有一筆收入 可以用來 玩我自己的興趣 或者可以 真的真的 如果可以 可以 應付到一些 日常的開支 譬如什麼租 或者是一些 火食 那些交通 衣服 各方面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最好的情況 這個就是我覺得 比較成功的東西 至於你說 訂閱人數 我不可以說 完全沒有用 也不可以說 我完全不追求 但是 我可能會比較 著重 就是 我想我的頻道 有一條影片 是突然之間 很多人看 或者很多人很喜歡 那我就 很喜歡這一種 至於我認為我自己 有不可能達成 其實我覺得自己 這個目標 不算很難 但是 我以前 顧慮太多 顧忌太多 所以其實 很多時候 都沒有辦法去做 我頻道上的工作 希望我 接下來 都會 慢慢向這個目標 進化 我不期待一年內 達成 但我希望可以達成 這個 小小的 成功的一部分 好 那來到第六條問題 首先 我們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 有沒有機會可以做到 每日直播呢 不是說沒有 但是 但是 真的要看看 我有沒有一些直播的內容 因為我經常都顧慮著 一件事 就是 我開直播 我開直播 就沒有問題 但是我開什麼直播的內容 究竟有什麼遊戲 有什麼話題可以開 這件事 其實是我經常都會想的 有很多時候 我會覺得 如果我開一個直播 是沒有任何內容 或者是 什麼都沒有做 其實我會覺得 不開會比較好 因為 怎麼說 我會覺得 如果我開這個直播 我一定要有一個目標 或者是有一個 好的直播效果 但是如果 我這次這個直播是 沒有內容的 沒有效果的 我會覺得不開來 備戰下一次會比較好 或者用這段時間去做 喜歡自己做的事 譬如可能 不是頻道上的事 可能我會自己打機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為什麼我沒有直播呢 就是這個原因 其實有很多時候 我都是直播到的 譬如可能 11點多 12點 我可能都直播到 但是 剛才都說過 一開始因為 有原因 所以直播的時間 就一定不會是早的了 其實現在 但是直播些什麼 就要想 如果我找不到直播的內容 我就真的可能 自己變成去打機 看其他人的影片 去吸收 吸收其他人的 一些影片的 一些內容 一些風格 其實這 近來 我都在吸收 其他人剪片的風格 大家都知道 我最近有玩minecraft 就是因為我看了 其他人玩minecraft 然後有一點點靈感 想自己試一下 究竟如果我拍一條影片 會是怎樣呢 還有就是 其實 每天直播 是可以的 可以做到的 還有我自己 是挺喜歡 以前每天直播 跟著 可能聊天一段時間 跟著再打一些 劇情遊戲 跟著跟大家一起玩 那隻遊戲 大家看我玩的遊戲 有一點點回憶 這個是 大家挺喜歡 這個感覺 譬如我以這個 忌生Joker為例 挺有趣的 那時候爆技 我相信如果你有看 都知道 忌生Joker有什麼 有趣的橋段 或者有什麼 有趣的事情發生 好了 那這六條問題 就已經 幫大家問了 問了我 但是呢 我想應該都有很多問題 大家會想問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 但是這幾條問題 應該都有部分 會很想知道 究竟是什麼原因 那我就幫大家問了自己 其實我自己都在考慮 要不要在會員頻道 再出多一條 一些專屬的內容 到時再想 這次的影片 就會是2024年的第一條影片 亦都是這個頻道的走勢 和這個未來頻道的發展 究竟是怎樣 以及都回答了大家 這個Pokemon 其實對我來說 是不是會不做呢 我都可以在這裡說 不會是不做的 但是呢 可能我會沒有太多心思 去Pokemon 上 但是我不會說不做的 到這一刻 其實我都很喜歡 Pokemon 系列 所有東西 即Pokemon 遊戲 改版 正版 即官方 官方版 其實都很喜歡玩 不過呢 因為香港的市場實在太小了 在這裡 偷偷地說一件事 就是 香港會玩Pokemon的頻道 其實真的很少 有一個呢 就是我看到他 其實他的訂閱人數 真的 不可以說很高 但都高過我的 都高過我的 但是我看到他的發展 或者他的觀看次數 其實真的一片死直 其實我覺得 這個香港市場 其實真的 未必能夠 可以 帶動到很多機會給我們 即香港的Youtuber 專門拍Pokemon 因為實在實在太少了 香港Youtuber 我想數一隻手 可能只有 三四五個左右 五個左右 所以其實 你說 是不是因為 他們拍得不好呢 其實 我相信 不會的 我相信不是的 我想 很多時候都會是 大家看到這個情況的時候 就會慢慢 慢慢就會放棄 就是 不會想做 因為你看不到轉機 你看不到有觀看次數 看不到 大家其實想看這件事 其實慢慢地 自己的心 都沒有再去做的話 其實這個頻道 就停了 沒有再運作 我自己 我都不是很想 看到自己的頻道 停止運作 因為 因為我自己覺得 這個頻道 其實算是 活著的一個 證明 而且也是一個進步的地方 這個頻道 所以 我不是很想把這個頻道 接近 但是 如果 真的有一天 要發生 我都沒有辦法 但是我都會盡力去維護這一切 我都會盡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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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會盡力去